要问电脑三大硬件什么最重要 CPU要是说第二 那就没人敢说第一了 它不仅是电脑处理任务的核心 而且还是影响电脑性能发挥的关键 在过去的2020年里 原本以为英特尔和AMD两边 会延续前两年的激烈攻防战 但谁知道AMD却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是王炸手尾 硬生生地甩出了Zen3架构的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打得英特尔是毫无还手之力 但由于首发溢价价格过高 性价比太低 直接劝退了不少想入手的玩家 反观英特尔这边 虽然下半年没有推出竞品与之竞争 但通过适当降价的反套路 也让玩家们纷纷表示争相 可是随着显卡的更新换代 不少玩家又开始在CPU的搭配上 遇到了难题 比如什么锐龙53600能搭配RTX3080显卡吗 即使搭配了会不会出现瓶颈之类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部分玩家的顾虑 超级客在此挑选了去年10款热门的CPU产品 进行了横向测试 其中包括5款英特尔时代酷睿处理器 4款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来看看评测的型号 英特尔方面从高到低 一共有i9 10900K i9 10850K i7 10700K i5 10600K和i5 10400F五款产品 AMD方面同样是五款 分别是锐龙9 5950X 锐龙9 5900X 锐龙75800X 锐龙5 5600X和锐龙5 3600XT 本次测试包括了CPU的单线程 多线程 解压能力 以及生产能力和图形能力 首先进行的是最影响电脑游戏性能的单线程测试 测试软件采用的是目前业界公认机转测试软件 SuperPi和Cinebench 其中的Cinebench 我们还采用了R15以及R20两个版本 根据ZOL中观称在线年度横屏数据显示 在SuperPi的单线程测试中得益于Zen3架构的超强表现 五款AU的整体表现均比IU强上不少 形容四款全部来到了8秒以内 这等于此前还是9秒左右挣扎的前代锐龙来说的确是个大进步 然而锐龙959-5950X更是一技绝成 凭借7.297秒的成绩摘得头冠 反过IU方面成绩却有些称词不齐 虽然I9-10850K是大哥 但花费的时间竟然比小弟I7-10700K还要长 难不成这就是牙膏倒吸反向升级 至于I9-10900K的性能也基本保持了与锐龙959-5950X一致 不得不说各自旗舰产品确实厉害 然后是Cinebench的测试 整体来看测试成绩和SuperPi差不多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依旧是单核性能全面领先 这对于这两年主推单核性能的英特尔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目前只有等11代酷睿的发挥了 测完了单线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CPU的多线程能力 其实与单线程能力一样 多线程能力同样是衡量CPU的重要指标 多线程能力越强 CPU同时处理的任务也就越多 尤其是在内容创作 图形渲染 视频剪辑之类专业的领域中 CPU的多线程能力 此次测试来源是ZOL中关村在线年度横评 软件采用的是Freeze Chance Benchmark和Cinebench 首先是在Freeze Chance Benchmark的多线程测试中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依旧强势 除开其本身就占据了核心线程多的优势外 由于还经过了Zen3架构的特别优化 所以其多核心的能力的确恐怖 但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而言 6核心12线程就基本满足需求了 所以英特尔方面并未主攻多线程能力 这而导致了对比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实在不占有优势 也许这些数据对于玩家来说可能比较专业化 为此超级客也为大家准备了更加直观的文件压缩测试 以便于大家理解 测试软件采用的是7Zip和WN2两款主流的压缩软件 具体来看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还是依靠强大的多核心性能胜出 但可能是由于所有核心并未全部调用或是兼容性的问题 且而导致了锐龙95950X4锐龙95900X的分数均不离锐龙75800X 看来在优化方面AMD还要努力一下 至于时代酷睿的话 五款CPU的表现均正常 可能是因为英特尔本身的生态过于庞大 接着压缩软件对于时代酷睿进行的针对性的优化 分数表现均比较稳定 并未出现抵优反超的情况 目前来看生产力如今已经成为了衡量CPU综合性能的具体指标 对于视频创作者而言更是重荣之重 为此超级可也针对这方面进行了测试 测试项目包括了视频解码类的X264和X265测试 还有面向炫烈类的POV Ray以及Blender进行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 在生产力方面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仍然是风采依旧 锐龙95950X甚至在POV Ray多线程测试中 领先了i9 10900K60%左右 看来核心数目多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虽然英特尔时代酷睿在这项测试中成绩落后 但现在大部分设计师仍然更青睐于用英特尔的处理器来进行内容创作 这是因为英特尔生态系统庞大 兼容性更好 适用于大部分内容创作软件 虽然评测不能体现 但也是一个选购的加分项 一般情况下 物理性能是CPU的重要线能指标 能够影响整机图形能力发挥 物理性能的好坏 取决于处理器的核心架构 核心数量 频率等因素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在全世界最好玩的游戏3DMark中 AU和IU都有什么样的表现 根据ZL中关村在线年度横平数据 终于在经历了几次轮番的落败后 时代酷睿在3DMark的测试中迎来了反击 在面向跌杀12环境的Time Spy中 酷睿i9-10850K拔得头筹 甚至还反超了锐龙95950X和i9-10900K两位老大哥 但在Fire Strike中 依旧是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更胜一筹 根据ZL中关村在线年度横平数据显示 答案就已经很明显了 通过横平我们可以看出 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凭借正三架构的超强发挥 无论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 都远远将时代酷睿甩在了后面 而现在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却成为了追求性能的代名词 曾经英特尔的ES果然被MD抢了过来 苏妈真的是不讲武的啊 至于时代酷睿则开始走了性价比路线 看来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明年到我家呀 但是在目前的市场上 英特尔依旧占有更多的份额 相比于前几年有些下滑 但仍然是英特尔的王朝 至于如何面对旗舰产品的失利 英特尔要好好反思了 但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没有摆脱14nm的制程工艺 如果再不思进取 不知变通 一味的挤压膏 到头来吃亏的孩儿自己 毕竟诺基亚王朝的覆灭 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导致的 话虽然如此 但对于消费者自然是乐意见到的事情啊 如果不是一些专业需求的用户 大部分用户购买到的处理器 只会按照预算选购就可以了 按需购买是对自己最负责任 最具性价比的做法 如果你是IU党 那么现在就是入手的绝佳时期 如果你是IU党 只要你的预算够多 锐龙95950X 当然是目前最顶级的CPU 非常值得入手 如果你是等等党 那么等到11代酷瑞面试之后 再做选择也不错 再咬咬牙等个12代 岂不是更香 必定等等党永远不亏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